夜18四大公投是最近最熱門的話題 但是很多人卻不知道 在2018年有一個重大影響民生的公投提案 廢除稅務獎勵金 在當時默默的被消失了 11月13號 法稅改革聯盟在全台街頭大串聯 用戰車 機車 腳踏車 告訴民眾稅務獎勵金對台灣的危害 強調廢獎金的重要性 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之一的 吳錦青教授 在同一時間的線上論壇中爆料 目前我們所謂的查稅獎金 不是只有國稅局可以領 執行署也可以領 所以才有我上一段提到的 李貴婚 行政基金署去喊 去給國稅局說我要婚姻辦的問題 所以這裡可以看出來 你這個查稅獎金是萬二的冤手 因為你有這個查稅獎金 就會產生道德風險 我要領這個東西 我就趕快 不管有的沒有的我就先開單再說 就造成目前這個情況 所以當我看到今年超徵3000多億 又比我當時提案更恐怖了 當時我那個提案每年大概都 頂多就1000多億而已 現在已經3000多億了 我看的是毛骨悚然 這個會不會是又是濫權科徵 所造成的結果 這個各位一定要特別 我們要把稅改革命還要不斷的去頂這個 要勇敢的對 不正義的違法的稅單說不 如果你多少繳一點下去就養虎為患 那法稅改革命很樂意成為這樣的平台 雖然我們的資源跟人力都非常非常的有限 但是政府不能做的 我們來幫政府做 希望各位勇敢站出來 絕對不要把他當成別人的事 有一天你自己碰到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最後我再告誡財政部 是要藏護於民 不是藏護於財政部 其實2004年 立法院就刪除了查稅獎金 沒想到財政部在2008年 內部核發了稅務獎勵金作業要點 沒有經過立法院審查 沒有任何法院依據 就讓獎金制度死灰復燃 每年還編列了一億多的 稅務獎勵金的預算 獎金絕對是要廢了 因為它沒有法院遺跡 也沒有法律授權 在立法院的立法院 他們都知道 立法院的預算中也知道 成績部也知道 就是放任他們去領 這種違法的獎金 這對於整個政府體制的 這個依法行政的 是一個非常大的損傷 稅務獎勵金會誘導 誘使那些財稅的官僚體系 會要求下面的稅務聯聯 去都課一些 發出一些不應該課的稅 這個是不能夠這樣幹的事情 獎金制度很容易引發貪婪的心 政府應該要正視這個問題 對台灣的傷害 盡快廢除稅務獎勵金 而全民更要站出來 督促政府直接改正 讓原案不再 還給台灣人民一個 有人權 有保障的淨土 記者Nancy台北報導 台灣皇 Alles 加油